端云鹏年轻的时候 惊涂些拳脚工 十八岁就当了兵 几年后他突然觉得 当兵毫无声据 于是来到北平 白铺名轻功高手燕子李三为师 苦练轻功 几年时间 翻墙上树 平地乐器几丈高 已经不在华夏 关于他的轻功 在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 端云鹏在北平天桥闲逛 看到一个走向湖的拳尸 再次满意 他一时兴起 满意着自己的轻功来 只见他端着一满门酒 腾空而起 踩着围观人群的肩膀头顶 围着城市飞龙圈 落地后 杯中的酒一滴不少 而被他踩的人 竟然还没回过身来 满意人见后 惭愧地离去 端云鹏的好功 被传得神乎其身 几分是真 几分是假 各有说法 不过江湖人 所共知的是 这端云鹏 只和嫖毒抽 武毒俱全